NBA今日是夏季联赛一场万众瞩目的半决赛,在胡人与骑士之间展开,最终,凭级二年级生哈特和新秀密凯柳克联手得到68分的表现,胡人经过两个加时,以112比109击败骑士,竞技道决赛,本场比赛, 今年的47号秀密凯柳克发挥出色,尤其是三分球,11投6中,全场20投12中,得到31分,四个篮板,一次助攻和一次抢断,进攻端,密凯柳克可以持球进攻,也可以接球直接出手三分,关键时刻,他还有一颗大心脏,在比赛还剩36秒,球队进攻只剩4秒多时,密凯柳克接的 队友传球,带球向中路推进的过程中,直接挑着后仰翘头,将球打将,除了密凯柳克,胡人在今年夏季联赛最大的收获,就要是约什哈特了,上赛季,约什哈特的同节新秀中,库兹马和鲍尔率先对显天赋,作为首轮27号秀, 库兹马不仅经常能首发出展,场就还能得到30.9分钟的出场时间,可以贡献16.2分,6.3个篮板和1.8次助攻,投篮命中率45.1%,三分球命中率36.4%,鲍尔贵雷帮眼秀,自然也会享受到极高的待遇, 尽管他的投篮命中率一直不高,但在沃洛和魔术师约翰逊眼中,鲍尔都是球队未来的核心,他在场均34.1分钟的出场时间里,可以得到10.2分,6.9个篮板,7.2次助攻和1.6次抢段,投篮命中率36%,三分球命中率30.5%,罚球命中率45.1%,抛开射数, 鲍尔的传球,组织进攻的能力都非常出色,对于一位新秀来说,场均10加7加7的数据也足够精彩,约翰哈特是2017接手轮30号秀,他在新秀赛季的表现就可圈可点,在场均23.1分钟的时间里,可以得到7.9分,4.2个篮板和1.3次助攻,投篮命中率46.9%, 三分球命中率39.6%,全队最高,在今年的夏季联赛中,已经成为球队主力的二年级生哈特,自然成为了这支球队的核心。 在他的带领下,图人一路闯入决赛,六场比赛,哈特分别得到24分,19分,27分,20分,18分和今天的37分,场均能得到24.2分。 超越老鹰队的克林斯克黄蜂队的门客,登上夏季联赛得分榜第一的位置,本场比赛,哈特28投13中,三分球15投6中,轰下37分的同时,还抢到9个篮板。 对于哈特出色的表现,魔术师约翰逊也是称赞有加,并且直言哈特有竞争下赛季首发的实力。 他的队友库兹马在推特上写道,球员们进步明显,哈特MVP,赛上米凯·柳克,胡人已经连续两年赛地位逃到宝,不出意外,库兹马,哈特和米凯·柳克都将成为新赛季球队的主要轮换球员,而且在如今这支胡人队中,他们都将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,为球队新,领袖詹姆自分有解难。